往生到极乐世界,问题解决了 佛的寿命无量数 每一个往生的人跟佛一样无量数 无量光 光是聪明智慧 你在极乐世界 决定成真究 这真果位啊 真什么果位 究竟的极果 如果没有这么长的寿命 没有这样的智慧 我们的修学 得不到真正的成果 好在我们寿命同佛 光明同佛 有佛这个能力 在佛陀这一会之下 圆满朕的无上不体 究竟涅槃 所以底下说得好 弥陀是报复 极乐是暴徒 教主寿命无量 是真实的无量 不是有量的无量 这一句话 这句话很重要 用现在的语言表达 寿命无量 是指绝对的无量 非相对之无量 这个愿下面说明 过中人民 过中人民 寿命一切无量 陈宿命大四处 陈宿大四处 人民寿命无量 只在此愿 这个愿就是寿命 寿命 极乐世界第一的 是什么 寿命成 真成 不是假的成 这个要注意 这个要注意 记住 啊 极乐 极乐的根本是什么 寿命成 有时间相复啊 寿命短了 时间不够 不行了